不久前 国家航天局安徽省和中国科技大学 共同在北京创建了一个深空探测实验室 实验室主要面向世界航天科技前沿 和国家航天强国战略需求 围绕深空探测领域 国家重大科技工程 和国际大科学计划展开 未来我国的一系列深空探测计划 都将由这个实验室来统筹实施 未来中国的这个深空探测计划的这个部署 已经这个难途已经汇旧了 对 对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月球探测的四期工程 有的是什么嫦娥6号 嫦娥的7号 嫦娥8号 主要是在月球南极建设个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 在2030年之前实现 五位人院士说 嫦娥6号任务计划于2024年前后实施 它的主要任务是到月球背面采样 并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 这也是人类第一次从月球背面采集月壤 嫦娥7号将去月球南极寻求月球存在水的证据 嫦娥8号将配合嫦娥7号在月球南极建立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 对月球资源勘探和利用等进行一系列试验 国际月球科研站 我想主要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打建了这么一个平台 有轨道器 有着陆器 有巡视器等等 这些都组成的 这个平台很重要 每一个平台你都无从谈起什么研究 试验都不构成了 第二 通过这月球科研站可以带动于系列技术的升级换带 比如我们以后的智能航行 智能通信什么的月球智能操作 可以继续转种菜 第三 科学实验 科学实验里面有些是科学实验 有些是科学的验证 比如说我们也在地上做不了的 我们在月球上可以去做 利用它的环境中资源去验证 另外我们可以在上面研究月壤 研究月壤的水 研究月壤的各种矿物 研究月球有什么用吗 月球很有用处 离我们最近的天体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怎么组成的 物质成分是什么 月球重力很低 只有六分之一 如果是我们月球科研站工作得很好 建设得很好 那下一步是不是我们可以从这里走向深空 走向根源的其他天体 是不是可以在这里补给 我想这以后发展是不可股量